桃園有一名夜姓男子 周六清晨开着野马跑车闯红灯 冲撞一名正要去上班的女机车骑士 造成了21岁的乌姓女子命违 而且夜姓男子闯下大祸之后 还不断在网路上面po文 警方证讯时不认错 怒呛自己没有父母亲 在移送过程比出了不雅手势 态度非常的狂妄 苗栗地院连夜审理 法官认为夜姓男子 有继续危害公共安全之余 连夜裁定羁押 夜姓驾驶闯下大祸 没想到移送过程 态度依旧很嚣张 甚至对众人比出不雅手势 十四号清晨 她开着百万跑车 从桃園南下到苗栗 沿途危险驾驶 最后闯红灯冲撞 要去上班的女骑士 我只知道我女儿早上 怕我去上班 结果躺在医院不会动 我现在不能做什么 我就相信医生而已 现在因为我女儿的情况 遭到非常之糟 怎么也想不到 孝顺的女儿居然会碰上重大事故 目前婚名指数只有六 还在医院插管抢救中 相依为命的父亲难过哽咽 而肇事的夜姓驾驶 不仅第一时间 疯狂在通讯软体发现动 引发大批网友踏罚 在警局时还怒呛 自己没有爸妈 连日经速是在练车技 甚至还自称是优良驾驶 苗栗地检署认为 夜姓男子犯下刑法重伤害 公共危险罪嫌重大 而且有逃亡 反复实施重伤害罪之余 法院火速裁定羁压 父母亲在法院等了一夜 还是等不到人 难过表示将会前往医院 夜姓驾驶 包含在台南苗栗闯红灯 危险驾驶 甚至曾在IG恐吓官员 离谱行进一箩筐 相关单位将进行精神鉴定 并搜集相关市政 进行后续侦办 要尽速还给避害人一个公道 藉章一杰苗栗报道 另外在新北市 昨天新增的两名确诊个案足迹 都曾经到过传统市场 今天进入市场采买民众 听到消息都人心惶惶 摊商也表示采买人潮 的确少了将近三成 据了解这两名确诊个案 是同住家人 都是在居家隔离时 应转阳确诊 而且其中一人出现了 发烧咳嗽的现象 而这两个人也是 新庄家族群聚成员 目前该传播链 累计已经有14人确诊 你好 假日一早进入市场 人员加强始联制管理 新庄域名市场 再报确诊者足迹 民众听到心惶惶 我一两个月都没出门了 我现在听到我就怕了 那这样我赶快说 比上礼拜少 大概少应该有 二三十%左右 新北市场新增 两名确诊个案 分别是案 一五九四八三十多岁女儿 以及案一五九四九六十多岁妈妈 在居家隔离时裁检确诊 两人分别去过新庄域名市场 和彭措太平市场 博爱市场 属于家庭感染 根据了解这两名确诊个案 竟然跟当初 圆白宝信殿 以及板桥中山殿的确诊柜姐 来自同一个家族 而现在大家族群居 竟然已经累计十四人确诊 新庄家族聚餐 虽然案一五九四八 案一五九四九 没有参加聚会 但案一五八三五接触 进而染疫 另外案一五九零三 则因女友的身份 接触感染 个案居住在树林区 其中依然出现了发烧 咳嗽症状 经裁检阳性确诊 疫情趋患 但仍有不少接触 匡列者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借车零食庄明 新北采访报道 另外指挥中心公布 台湾出现了首例 哥伦比亚变种病毒的 境外移入个案 这是一名六十多岁的女子 她在美国已经打过 两剂BNT疫苗了 但还是染疫 而北市府在昨天也证实 该名个案 目前是在建坛解疫所隔离 而虽然哥伦比亚变种病毒的 传染力不如Delta病毒强 但还是担心会造成破扣 北市府也加盐管制措施 如果接下来有境外移入的旅客 他们有年纪比较大 慢性病 或者是境外特殊的病毒株 这三种情形 会先移至到医院进行隔离 新冠疫情在一起 变种病毒来史汹汹 及Delta变异株入侵台湾后 国内首度验出感染 哥伦比亚变种病毒个案 证明本国级60多岁女性在美国7月份 已经打过两剂BNT疫苗 8月入境台湾 却在机场被验出阳性确诊 目前没有症状 变异株当中 大概公认就是传播力最强的就是Delta 那当然新的变种病毒 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说 它对于这个疫苗 会不会有更强的一些抵抗力 虽然指挥中心研判 威胁没有Delta来得大 但哥伦比亚变异株 目前已经扩散到美国西班牙 荷兰日本以及印度等至少28国 英国卫生部认为 它似乎具有免疫逃脱特性 也就是可能降低疫苗效力 而从哥伦比亚当地疫情分析 可以一传五 不过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而北市府也透露 这名全台首例 哥伦比亚变异株个案 仍旧在建坛监疫所 目前医院量能充足 北市和中央讨论后 颁布新的隔离检疫规范 要防堵变种病毒入侵 人力物力通通得超前部数 上一次就是太多的病患 没有办法送进医院 然后专者防疫旅馆 也开得非常匆忙 一批人是随时可以上战场 国内疫情趋缓 但国际情势仍不断升温 病毒持续变异 得更谨慎守住国门防线 这还高次要台报道 话题也要来关心 行政院打算推出振兴五倍券 目前朝全民免费领的方向 来进行规划 据了解经费会从原本的 1100亿元 再多增加了200亿左右 整体五倍券的预算 来到了1300亿 遭到了在野党质疑 会不会排挤到防疫预算 特别是疫苗采购的经费呢 对此政院强调增加的经费 都在可制应范畴 但是防疫和纾困的比例 会进行调整 另外去年 使用数位券的人比例很低 所以这次想要充高使用率 打算推出专属的独立条码 让民众可以比较直奔 但享有多重加码邮会 振兴五倍券政策大转弯 将朝全民免费领取方向规划 原本民众需支付的1000元 全由中央政府吸收负担 1100亿五倍券的经费 预估将增加200亿 整体总计约1300亿 不过特别预算 剩下1600亿五倍券免费领 在野党立委担心排挤防疫 纾困预算 这个部分会被排挤到原本的防疫预算 或者是疫苗的采购经费 我们知道在特别预算里面 有340亿的疫苗的经费 这个部分我们要求还是要专款专用 不过政院强调 仍在预算可制应的范围内 但防疫纾困的比例会做调整 而去年三倍券领取数位券的人 181万左右 比例仅占7.7% 这次五倍券要冲高数位比例 既有的信用卡 行动支付 电子票证之外 数位券眼里推出专属独立条码 还有独立账户 也就是在支付工具上 另外区隔做辨识图 使用五倍券时可以出事 让数位券能够容易被辨识 以利店家可比照 纸本券加码优惠 如果能够用倍数的方法 像一些 之前一些厂商办的那种 倍数的活动都不错 折扣比较多 对对对 它的折扣也是只是 它的相关的 一定要到达那个 就是说你购买的金额 它才有那个折扣 那等于是花更多的钱 使用数位券 民众看法不同 而数位券消费满千 回归八百元的方式 也将重新设计 如何吸引大家选择数位券 又能替店家创造更多商机 相关措施 周一隔壁苏贞昌 跟党团还有部会首长 讨论之后 会再做最后定案 记者新闻先生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dmin Чтобы稳定会 判行为 需要过表达可能 称呼应 其要...... 渐渐